這顆也只賣你790這個千元由我找的價格 所以其實我覺得絕大多數人買到這顆的規格 就算非常非常足夠了 我相信你覺得有過那種在吃午餐啊 還是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還想要邊看手機的情況發生 那這個時候可能你要再找個東西來電嘛 AUKI的BASIC PRO MINI 它本身這個獨家的支架設計 就讓你爽爽的可以使用啊 嘿大家朋友我是阿康 前幾部影片有跟大家聊到關於iPhone 13的電量問題啦 特別是未來iPhone 13 mini 它加上5G還有120Hz螢幕更新率這兩個功能 絕對會遇到電量不足的問題喔 那再加上我們前陣子也時不時有停電嘛 所以呢既然跟大家開箱三個 大家很熟悉但是卻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東西啊 就是極致好用的行動電源嘛 那行動電源這個東西雖然很簡單 但是挑選上面呢 大家可能都沒有選到最適合自己的行動電源 所以這次AUKI是寄給我他們家三大新產品線的型號 分別是SPRING GO MINI BASIC PRO MINI 還有Essential 20000喔 我覺得這三顆基本上算可以應付99%觀眾的需求了 所以呢廢話不多說啦 我們就先從最小顆的SPRING GO MINI開始聊起好了 那其實我必須坦白講 光是這一顆就最打到我的心裡面 因為我覺得選擇行動電源最重要的第一點 就是體積的大小 這顆SPRING GO MINI本身非常的好攜帶 你可以看到它做這種偏長的形狀喔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好握的 它是在一個手掌的大小裡面 特別是我的手也不是特別的大 所以這樣子握這樣子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拿又方便 第二點雖然它體積輕巧好攜帶 但是它的容量還是有達到10000mAh的等級喔 這是一個我覺得很關鍵的數字啊 只要有到這個數字的行動電源 你就不太需要擔心它會隨時沒電 這個數字大概是什麼概念 如果你本身是個上班族啊 還是學生你白天需要上班上課的 早上出門你下午稍微衝一下 都可以完全平安撐到你回家 這樣子的流程大概你可以重複個2-3天 還不需要去補它這顆電 就是10000mAh的一個小概念啦 而且AUKIE SPRING GO MINI這顆 它是使用217.0的電芯喔 這個電芯它是跟GOGORO啊 特斯拉是一樣等級的電芯 相較於同體積的1860 它的密度提升了20% 而且壽命也提高了7倍 也讓本身行動電源的回充速度算蠻快的 只需要3個小時就可以把10000mAh的電量給充飽 第三點也更不要講 它本身是有兩孔輸出的 這個我覺得選行動電源也很重要啦 我都會推薦大家至少要選兩孔以上的輸出 因為我相信現在大家除了手機以外 你可能還會有一些特別的智慧穿戴 還有其他無線拉耳機等等的設備 你需要充電 甚至你可能需要借一下你的朋友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建議你選到兩孔以上的原因喔 那以這顆SPRING GO MINI 它有搭到最泛用的USB-A 還有目前最先進的USB-C 並且也都支援PDQC18W的快充 各種手機的型號都適用 不會特別的挑安卓還是蘋果 甚至它還有著Dynamic Detect動態監測智能分配模式 幫你自動判定你的設備需要多少瓦數的電量 來做最適當的補電 也還有微電流的模式 讓你充中小電流需求的智慧穿戴 再加上OKI它本身的安歸、認證、保險 也都完全沒有問題 這顆也只賣你790這個七零元有找的價格 所以其實我覺得絕大多數人買到這顆的規格 就算非常非常足夠了 但是我相信總是會有一些人不滿足嘛 所以就需要買到Basic Pro Mini這個型號 那對比Spring Go Mini 這顆Basic Pro Mini算是多了幾個好用的功能 第一個當然就是無線充電 雖然講無線充電它的充電速度 客觀來講是比有線充電還要來的慢的 但是好處就是你不需要擔心你沒有帶線的這個問題 我相信大家絕對都有外出啊 你在使用行動電源忘記帶線 然後跟你周遭的親旁還有借一下充電線的這種情況過嘛 上來目前多半手機也都是有支援無線充電這個功能的 所以如果你買的是一顆無線充電的行動電源 你算是不用擔心說你的線不相符啊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拿iPhone 有些人可能是拿Android手機嘛 那這顆Basic Pro Mini第二個優點 就是它除了有目前最好用的USB Type-C接孔以外 它還有著相容舊時代的Micro USB接孔 因為有些人的相機啊或者說特殊的設備 它都還是用Micro USB嘛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跟這顆Basic Pro Mini所共用充電線 不需要再額外多帶一條喔 而且它還有著電表的電量顯示 電表我覺得是現代行動電源很重要的一環啦 因為很多廠商它的行動電源還聽說 在過去那種一個燈、兩個燈、三個燈、四個燈、五個燈的設計 那種的誤差都算是蠻大的 有時候你覺得三個燈好像還蠻足夠的 但是實際上它可能只剩下2點多個燈而已 可是它還是給你顯示三顆嘛 所以就會有時候造成你外出帶這個行動電源 你會誤判它的電量剩餘多少百分比喔 這個時候你沒有電可以充就算是蠻尷尬的 第三個也是我覺得它最大的一個特點啊 就是它有這種調整性的支架 我相信你絕對有過那種在吃午餐啊 還是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你還想要邊看手機的情況發生 那這個時候可能你要再找個東西來電嘛 Oki的Basic Pro Mini 它本身這個獨家的支架設計 就讓你爽爽的可以使用啊 而且它體積是更加方便好攜帶的程度喔 不管你是要放口袋啊還是小包包 這個形狀也更加的好放 所以多加幾百塊從Spring Go Mini 升級到Basic Pro Mini 我覺得算是一個更全面的選擇 那其實我覺得講到這裡 應該98%以上的人都夠使用了 所以客觀來講 Oki多寄給我這顆Essential 20000 可能對於多數人不是那麼的必要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很懶的充電 你就是想要一次買到最大的電量 讓你不用一直煩惱要不要反覆的補電喔 那這一顆Essential 20000就會是一個最佳的選擇 那對比這兩顆啊 Essential 20000最大的特點就是 更爽的電量還有更快的效率 而且你是必須要買到這個規格 才可以跨足到充筆電這個領域的 第一點Essential 20000 它有著65W這個最高輸出的功率 讓你要去補筆電的電量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因為多半目前常見的行動電源 都只有到18W的功率嘛 18W這個程度呢 是完全沒有辦法補充筆電的電量的 你邊用邊充那個百分比還要繼續往下掉 這個我在之前影片有拍過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以這顆Essential 20000 你要去充M1版本的 MacBook Pro、MacBook Air 也都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都是輕鬆可以達到補電的需求 而且它有著Oki他們家獨有的Dynamic Detect 動態監測這個功能在你同時充筆電啊 充手機還有充各種設備的時候 都會自動幫你判定你需要多少的電量 確保你的筆電還有手機 都可以在最快的輸出下補電 而且不只有輸出最高高達65W啦 它在回充的速度呢 也有達到45W的程度 所以這顆到2萬 它回充只需要2個小時 而這顆呢 因為它功率就是比較慢啦 所以雖然它只有1萬的容量 但是它的補電卻需要到3個小時 對比起來這顆Essential 20000 真的算是一個功率的大怪獸 那第二點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在這種大容量啊 高規格又快速充電的情況下 但是它還算是一個好握好帶的程度 它的體積並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大 再加上它這個容量呢 也是可以上飛機出國旅遊的 雖然對比前兩顆的Spring Gold Mini 跟Basic Pro Mini 它的體積算是比較大啦 而且OK他們家各種的安規 各種的認證 還有各種的保險 都是完全做到位的 是完全可以信賴的一個品牌 所以呢我們結論來講 如果你本身預算不想花那麼多 那你就是買這顆Spring Gold Mini 那如果你想要無線充電的功能 就選擇這顆Basic Pro Mini 最後如果你本身是一個懶人 你不想要一直反覆的充電的行動電源的話 或者你有高效率大容量的需求 那就是買這顆OK的Essential 2萬囉 所以這三顆絕對可以完美應付99%人的需求 當你不知道買哪一顆行動電源的時候呢 從OK這三顆下去挑就絕對沒錯啊 那觀光連結我就放在下面留言處 有興趣的人呢 再次去看看吧 最後不要忘記對影片按讚、分享 訂閱和按鈴鐺小鈴鐺 才能收到未來更多開箱以及新消息影片的上篇通知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